全球除了抗疫之外 都还在关注的另外一件大事 就是7月24号 东京奥运能够正式如期登场吗 给大家报告一下 奥运124年以来取消过三次 而这三次都跟战争有关 最上一回呢 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取消 我想请教三位来宾 就现在目前全球有的这个 已经可知的条件来做个研判的话 您认为东京奥运取消的几率 因为我直接问取消或半 有点这个很难去举个牌 变数还有 但你认为取消的几率目前为止 有没有超过五成 我这个我也要自己都要投个票 有没有超过五成 目前看来 我觉得超过五成 郭源你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你说超过五成原因是什么 不因为国际奥运的意见是说 五月底要做个判断 对 那五月底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那个 希腊那个传圣火 那日本本来是要派一百个小朋友去的 连这个都取消了 那日本现在还是有点安部当车了 就是他到现在紧急命令 今天又宣布说还不准备宣布 对 那这种情况下你说他有办法 五月下旬要控制疫情 如果日本内部是有可能 那其他国家呢 对 那其他疫区可不可以来 因为你要考虑到代表队来的问题 那也许中国武汉也许派代表会有一些问题 那可是其他省应该问题不大嘛 可是伊朗呢 意大利呢 韩国呢 如果到五月底你认为就结束了吗 还有方新卫爱的美国 而且我也看到比如说德国啊英国啊 也飞涨得很快 对 所以因为国际澳会开的时间是五月底 他要做一个判断嘛 那虽然澳会是七月二十四啦 可是坦白讲 之间就有很多期前作业要去了啦 是 我刚刚难得主持人自己也举个牌 我也举一业四 原因是因为 你去想思考一件事情 如果照目前对于新冠状病毒的一个了解 大概潜伏其实十四天 有的甚至更高 出现过二十多天三十多天 你要做一个确保这些选手来 可以参加比赛的话 七二四要比赛 代表说你世界各地来的国家的这些 到日本的话 因为全球大爆发已经是必然的趋势了 那你必须要在七月初 这些选手就必须要先到日本 日本之后你还必须要做隔离 有刚刚说我跟你讲 先隔离 在执行层面上 我是中华澳会的常委啊 是 我对这个比较熟啊 游泳你敢下水啊 我就讲这个比赛 游泳你敢下去吗 那选手村事实上 有一些人是一个月前就进出了 那等于事实上不是七二四 是六月下旬 那他要去适应天气啊 要开始练嘛 所以事实上时间是非常赶的啦 那尤其有一些项目是很容易传染的 因为而且观众期都做得很近 比如说意大利现在 他的足球赛是没有观众的 那没有人会办这种奥运 日本现在棒球热身赛啦 项布也都是没有观众的 是啊 可是没有人会办这种奥运啦 只有选手没有观众 那不赔死了 一 你没有门票收入 二 你拿了权力转播金 但是你要光是这些选手来的开销 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做致富 我想请问大臣你刚刚觉得是说还是会如期举办 我想请问你觉得说会如期举办最早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 如果只有您是外交人员 就外交层面上来讲 如果到了最后可能一个方向之一是 缩小选手的代表团的规模 这是有可能的 那如果缩小规模 或者是如果这个国家本身就疫情严重 后来没有办法派选手 对于跟日本之间的国际间的关系 在外交上面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跟影响 我想这是一个天灾 就是说各国在面对接受日本的这个主办国 它做的很多的处置上面 它会比较能够接受度会比较大一点 那会产取反弹的这种做法会比较小一点 因为是一个天灾 那我所以认为还有一些希望 第一个我观察日本政府的态度 它基本上感觉它非常非常保住 希望保住这个 当然你从它的角度 你当同样的小时 我都当然是这样子 那日本的现在的疫情是 它慢慢正在这个确诊人数在增加 可是日本政府的相对投注这个 控制疫情的工作 也力度也在增加 而且我对日本这个国家 基本上我认为它的 不管国民性也好 或它的政府来讲 他们的这个服从性很高的 然后个人的生活习惯也是不错的 那它过去一些问题是说 倒是不是日本的问题 是别的国家搞定了 它现在就是中国大陆跟韩国 还有一些外来的 它现在把这些园都堵住了 那现在是三月初嘛 那到七月二十四号的话 以中国大陆的这个面对这个灾情的话 它可能需要三个月到四个月 那它可以把这个控制住好 那这个时间当然到了 可能也都差不多六月底 到七月初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可能它可能到五月份 就必须一定要做这个决定 他必须做决定 我知道 因为包括了你这个 海外卖的电视转播的权力金 还有所有这些选手来了 选手存的安排等等 他要必须前置作业的时间 他现在我觉得就是说 这中间有一些可以谈判 因为我做外交官 我认为什么都可以谈判 就是七月二十四号 是不是一个最后的底线 因为这是夏季的奥运 日本已经有一些说法 就是说在跟这个奥委会在谈判 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时间再往后延 那个有没有否认 已经没有否认 可是说我的职业的背景 我认为很 任何时刻在夏天的范围之内 就有机会 你不能到冬天了 冬天完全没骂比赛 可能可以到九月 可能到九月嘛 到九月 到九月天气正好 日本还是一个很好的天气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他还有一些技术上的做法 也就是说对于选手 参加选手的一个隔离的方式 跟一个筛减的方式 那可能比较从严 另外一个观众的问题怎么解决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就是 各国的媒体现在都付了很多的权利金 那这个问题都是他必须要面对的 那所以说我甚至也不会完全完全排除说 这一次会把观众把它剪得很少 或者说甚至无观众 因为现在我们台湾 现在我们正在办这个高中篮球联赛 大学篮球联赛 基本上都继续办 那篮球接触很多 可是呢就是没有观众 可是他是用转播的 大使的这个说法之一就是 即便没有门票收入 依旧是有没可以转播的权利金 加减赚 但重点是办下去 失去的就是本来应该有的经济规模 但是他赚到了 还有一点点的就是日本的民族自信心了 我依旧是能够完成这个历史当初 不永康我跟你讲 他是不能延后一年 对他不能延后一年 没有就是没有 所以加减就是还是领可办 我们来看办不办到目前为止 都已经造成 这个难题 这个大难题 办不办到目前为止 伤害都已经蛮大的 这个画面上大家看到是 台湾人去日本非常喜欢买的伴手铃 白色恋人已经宣布停产一个月了 观光工厂也都暂停营业 如果这一个奥运没有办成的话呢 取消的损失 至少估计是30兆日元 这什么概念跟大家讲一下 30兆日元就是10兆台币 台湾的年度总预算 政府的总预算年度是2兆 等于是你奥运没办是 5个年度的台湾政府总预算的规模 老大你来看一下 这个现在日本的状况 您刚刚举牌是说 无论如何他都会要办下去 那你认为如果说没有办 伤害已经造成日本会继续的失落 会这样发生吗 第一个对日本来讲说 这一次的东京奥运是他们是期待 跟50多年前的奥运一样 能够让他经济有一个再起 第二个这是一个新天皇令和时代 的一个重要 他要借着这个都在政治上 在外交上他还有很多作用的 那一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对他讲是一个 一个信心跟一个至尊心的问题 所以他会想办法一定是要办 那但是他们自己也在担忧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知道日本今年是有一个谣言的 说2020会有一个天灾让日本死30万人 日本在外面的普遍也传这么一个谣言 因为日本在今年 你知道今年全世界第一个最大的火山爆发 是这个2月3号在日本 在陆二岛下面 那个火山爆发是很恐怖的 那个火山喷七八千公尺高 那里面的石头是打到八十公尺远 打到那远 所以他在这个说 所以他们现在担心一个是 这个这个 所以他们这个感觉就是说 你这个退让再退让行不行 所以还有一个他可能就是说 他要办要维持住办 但是办了可能时间延后 可能规模改嘛 就像有的比赛 或者选手找点来隔离在那个 然后在比赛就是透过电视透过传播嘛 所以这个东西他是 日本的个性不会轻易放弃的 对啊 但是我的意思说 如果这时候真如他所言 又一个什么大的一个大天在出现的话 那就没办法 那是天王国宜 选手村一个人确诊 这整个村要封村的选手村的概念 那对于他来讲 这个对北海道这个 他是讲说 因为本来今年日本期待令和一个好彩头嘛 因为平成时代经济都一直低迷嘛 但是他觉得虽然低迷 可是让日本变得更稳 更大他就也有收获了 那所以令和一出来碰这个的话 所以尤其令在日本来讲令就是美丽 美丽的利是美丽的一个祥和 这是一个好预兆 就是说放这个 那疫情对日本讲是煞 和跟煞是有冲的嘛 但是何以化煞 所以说何可以化掉这个煞 这他们是日本那个迷信的 把中国古书上那个字啊 那个经济的比中国还强 那对于这个北海道 我给他写个打油诗吧 日本原判游客4000万 如今恐怕要减半 你最起码春季夏季没有了嘛 对不对 如果冬奥再不半 雪上加霜会更惨 当然日本 可能到这2000万都没有了 日本非常担忧 我们来看这个奥委会到底怎么说 其实奥委会的说法是有一些反复的 我们列一个时间区给大家看一下 2月底的时候日本的奥运大臣是说 按照合约 延到年底都不算违约 那么隔没两天呢 IOC的副主席他说 疫情如果三个月内得不到控制的话 可能会取消 但是主席三面出的时候就说 其实没有讨论到终止或延期的可能 安慰晋三他说认为 要维持7月24号的方向 持续做准备 郭云你担任过奥委会的 我担任中奥奥委会的常委 而且你也当过提委会副主委 对对对 所以这一部分 从这角度去思考 如果你是日本政府的一位 也像是奥委会的一个副主委或主委 日本政府的要员执政党 如果你是在身在其中的话 你思考的重点 一就是要办 但怎么样去让他承识 一定是ABC三个备案都要出来 对 最想要让大家能够接受的A备案会是什么 不过A备案当然就是 全世界都安康了嘛 对但疫情 所以如期举行嘛 当然是这样嘛 可是因为你也知道嘛 就是包括转播 还有选手村 这都要有前置作业的啦 到底有多少选手来 选手村也要临时搭建的 那都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啦 所以五月底确实就要做一个判断 到底要不要转成B案 所以我以日本民族 它很多事情都是计划的很细的啦 所以我相信它一定是非举办不可啦 它容不得不办啦 可是会有B案C案这样 你认为IOC它会有点反复的原因 是在背后有一些政治上的运作 是医疗专业的一个 这个也有各种阴谋论啦 我说实在话 也有人扯到说什么 日本朝日新闻去K美国啦 说怀疑美国那个肺炎 那个油管里面有肺炎患者 共同社就好了 那就有人说 那所以美国就用奥会来修理日本 说你不要乱讲话 可是总之就是在谈判中 介大使的判断是对的 就是日本无论如何 它当然要先把它拉长嘛 所以年底前应该都可以吧 那奥会也许最后会同意说9月吧 最晚就是9月 可是你5月底一定要做一个判断 是B案还是A案 我认为应该大概就是如此啦 比如说在奥运史上有缩小版过吗 没有 没有 不是有意思是国家不参加 不是有不战争 那个是个别人比如说 有国家不参加 有一些是莫斯科奥运人家不去 对有一次很多国家不去 就是抵制啦 抵制嘛 但是它就是袖这些奥运 不这个也有道理啦 就是万一有一些疫情太严重 那些国家就不要来吧 大概是这样的 这边出席的选手跟代表团会减少 对 我们回来继续来谈这个 如果延到9月 那就千呼也会联动到 习近平去的时间会是几月了 回来聊